石油 战略的重要一環 在世界海洋石油的發展史上 整個石油工業 產量的增長點在海上 而海上的增長點在深海 隨著能力和裝備和技術的提升 也是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石油開發從陸上往海上發展 逐漸地又從前海往深海去走 然而阻擋在深海一號和海底寶藏之間的 是詭訣莫測的一千五萬米深海 三大地底板塊相互擠壓的複雜海床 以及被時速300公里的颱風裹挟著的 超過23米高的巨浪 那麼深海一號如何才能 堅如磐石的連續海上作業數十年呢? 深海一號的水面部分 包含上部組塊和下部船體 上部組塊裝配有近200套油氣處理設備 是一座先進的石油天然氣化工廠 下部船體由四個二十層樓高的浮箱立柱組成 它們被平台提供福利 天剛蒙蒙亮 齊帶嵐的安裝工作就開始了 與深海一號並肩作戰的 是中國首宿作業深度 大三千米水深的海洋工程船 海洋石油286 甲板上人們正在給齊帶嵐捆扎斧子 齊帶嵐已被下放到水深800米處 必須每隔3.5米捆扎一個斧子 目的是為了讓這根長5000米 價值超千萬元人民幣的齊帶嵐 在水下鋪展開時 呈S型懸鏈線狀態 而不被自身516噸的重力所擠壓和纏繞 在肉眼不可見的海面下 是深海一號龐大而複雜的水下彩油樹 包括油氣井、輸油管、管匯和齊帶嵐四部分 油氣井是出油口 輸油管負責輸送油氣 而管匯則把來自各個油氣井的石油天然氣集中起來 統一輸送給深海一號 齊帶嵐 它是采油樹的動力線和中樞神經 一方面為水下生產提供動力 一方面把平台下達的作業指令 傳遞給水下生產系統 對於深水油氣井開發來說 水下生產系統是非常重要的 整個海上平台跟水下財務樹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水下齊帶嵐 海上平台的電力、液壓動力和化學藥劑等生產動力 所以延延不斷地通過齊帶嵐輸送到1500米海深 30多公里沿水下設備使用 天然氣在一定條件下會與水結晶 形成天然氣水和物 水和物是導致輸油管堵塞的醉魁禍首 就像人體血管裡的血栓 而1500米深海的低溫 正式形成水和物的最佳環境 通過齊帶嵐向海底油井 注入一種叫乙二醇的化學物質 就能防止油氣低溫凍結和天然氣水和物的生成 海洋石油286的卷管盤艙內 巨大的腳盤緩緩轉動 將齊帶嵐輸送給高耸在甲板中部的立式鋪管架上 月池緩緩打開 張錦契猶如章魚布滿吸盤的腕足 有力而精準地握住齊帶嵐 將它一寸一寸放入海水中 齊帶嵐端也被放置到水下一百二十米處 深海一號的腳車準備提拉齊帶嵐 並與平台對接 然而對於這座服飾作業平台來說 這並非易事 十六根粗壯的毛鏈 已被緊繃在十六座動力強大的毛脊上 毛脖系統被譽為服飾平台的定海神針 深海一號抵禦海上風浪的秘籍 正是浸墨在水下的十六根特製毛鏈 傳統技博一般都使用鋼製毛鏈 但如果深海一號也使用鋼製毛鏈的話 單根長度超兩千五百米的鋼鏈 次數就達兩萬噸 十六根毛鏈總重量將超過三十二萬噸 在洋柳的作用下 毛鏈擴大的自重會形成巨大的慣性力 拖拽平台並導致平台失衡甚至輕腹 而深海一號使用的 是一種新型毛鏈 它由三段組成 與平台相連的兩百米 由於經常被毛跡捲起 調節鬆緊 因此採用鋼製毛鏈 固定在海床上的三百米 因長期與海床摩擦 也採用耐磨的鋼製毛鏈 而中間的兩千米 則使用最新研製的鋸製籃 它由高分子鋸製材料製成 強度與同等直径的鋼鏈相等 但重量卻只是鋼鏈的四十三分之一 正是這特製的高科技毛鏈 讓福泰的深海一號 處於相對穩定狀態 也使騎帶欄與平台的精準對接成為可能 此時 腳車開始小心翼翼地提拉騎帶欄 只是誰也沒有想到 就在這個單口 腳車突然停住了 腳車的最大拉力為四十五噸 而踢拉騎帶欄只需要二十八噸 拉力綽綽有餘 但當腳車拉力達到三十噸時 騎帶欄卻踢拉不動了 繼續加大拉力到三十四噸 騎帶欄仍然提拉不動 從空視力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游學鋼 憂心忡忡地關注著作業情況 身為深海一號的掌門人 他山之騎帶欄安裝成功與否 不僅關乎工程進路 更事關未來 深海一號能否在海上 安全運行數十載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呢 海洋石油286總空勢力 愁雲密布 面對腳車無法提拉騎帶欄的困境 工程師決定派潛水員下水 探查騎帶欄是否被卡住了 待摸清情況後再做決斷 很快 水下就傳來 潛水員習險峻的消息 果然 騎帶欄的拖拉頭 被卡在了平台底部 現在唯一的辦法是 由潛水員給拖拉頭 寄一根臨時攬繩 再用吊機牽拉攬繩 看能否讓卡住的拖拉頭 鬆共下來 總空勢力的氣氛很是緊張 因為誰也不敢打寶票 這個方法一定奏效 一旦牽拉適當 還可能造成騎帶欄的損傷 損失巨大 主期待欄就相當於我們的中屬神經 一次性必須做對 做好 無論是密封出現問題 和打壓施不住的時候 如果不能修復的話 我把它解下來 然後我再把它回接上 我大概就要花五六個億 與此同時 在深海一號的下部浮體 儲油艙安全警報系統的檢測工作 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六十八米深的管景 有如一座倒旋的樓宇 隻字形旋梯仿佛直通地心 似乎只要沿著旋梯一直往下走 就能走進凡爾納筆下的科幻世界 深海一號巨大的儲油艙 就在這四條粗壯的方形豬腿內 豬腿內部總容積為兩萬立方 可儲存約十二萬桶石油 相當於兩個水立方游泳池 來自深海的原油天然氣 在經過化工廠的油 氣 水三箱分離後 天然氣被加壓 通過海底梳汽管道 輸送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陸地 石油則被儲存進儲油艙 等候油輪來運油 出賣如此巨量石油的深海一號 無疑像一顆漂浮的炸彈 儲油艙一旦發生洩漏或引發火災 後果將不堪設想 造成的災難甚至可能危及 整個地區的生態安全 安全是一個很系統的 一個複雜的工程 通過這個結構強度疲勞計算 整個平常的設計壽命是三十年 但是很多關鍵點的疲勞壽命 要求達到一百五十年 特別關鍵的地方 要達到三百年的疲勞壽命 一百年一遇的颱風 浪高最大是二十三米 一百年颱風襲擊我們的時候 我們這個設施還有1.67倍的安全係數 一千年一遇的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的浪高會達到二十九米 二十九米襲擊我們的時候 我們還有1.0倍的安全係數 檢測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中 他們必須保證儲油艙的油壓監測 壓力釋放和滅火系統全部處於最佳狀態 儲油艙採取雙殼設計 也就是在儲油艙外再設置隔離艙 舱內設有漏油監測 泵油裝置和通風系統 一旦監測到漏油 系統會自動開啟油泵 並進行通風 防患於未染 夜色籠罩了海面 終於等到了好消息 調集牽拉纜繩有效 被卡住的拖拉頭鬆動了 腳車開始緩慢而謹慎地轉動 拉力指數逐步恢復正常 拖拉頭被一點一點提拉上來 終於 旗帶嵐與深海1號的對接 宣告成功 三月的海風吹散了連續兩天的陰霾 海洋石油286已行駛到海底井口上方 並將旗帶嵐的另一端放入海水中 現在是三千米水下機器人ROV大顯身手的時候了 兩台ROV被放入一千五百米的深海 工程師 像操作遊戲手柄那樣 靈活地操控著機器人 隨著機器人水下作業的展開 其帶嵐的另一端 與海底井口實現了完美對接 MING PAO TORONTO